魚腥草板藍根一包一包放在桌上 中藥行準備調配成防疫茶 台灣疫情在5月爆發 被列為是治療確診病患的中藥清冠一號 主要成分就是抗發炎的魚腥草 所以魚腥草現在也成了防疫茶中最熱門的中藥材 不但出現缺貨甚至價格還上漲 這十種藥裡面 就是那個第一 防疫茶有效改善肺部發炎 但現在卻傳出價格漲了二到三成 一輛要18到25元 還有金銀花暴漲師被盜了120元 其中也有不少人會把桂枝 桑勝 薄荷等 也加入了防疫茶之中 所以這些藥材通通變成搶手貨 不過開了百年的中藥行 雖然發現五六月的銷量有多出三到五成 但他們認為可能也是有人趁機在炒高價格 因為那個同業多 生意競爭很厲害 所以說一探這個機會 抬高價錢都賺一點錢 外傳豬血湯也跟著熱賣 但專家認為屬於民間說法沒有療效 看來民眾在配藥時除了要貨比三家 也別自己亂抓藥 否則補身不成 反傷身 把新聞社主賴成為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cke ник 喜帆 可以 是的 那個 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